作词 李宗盛 你到底是谁 陆婷 我默默支持了你六年 这次你发生了意外 我第一个站出来保护你 你现在居然在质疑我 老邦 老邦 继续给我尝那个小安美的女孩 从六年前开始查 好的 走走 六年来 我为他庆祝了所有 又换来他对我的怀疑 如果他是个真实的人 一定能感受到我的这些付出吧 苦 苦 苦 延伸 姐 你干吗呢 你去弹啦 姐 姐姐 干啥呢 这 你干嘛 我拿发胶 姐 你没事吧 我怎么又睡过去了 你到底是谁 现在几点 七点慢 怎么回事 测试服务器也出现故障 周总 这 这次测试服务器的故障 还是跟那个未知的代码有关系 我尝试着锁定 但系统崩溃得太快了 我刚看到的时候 就已经是全凭马赛克了 我一句留下了这么一点点记录 你可以看一下 等我监测到这个 你闪而过之后 系统就死期了 看着像是一件睡衣 但是 朱总 这个睡衣 不是咱们设定的 但是它却被留在了系统中 这件睡衣 跟其他人物类型的格式代码 都不太一样 快把后台关了 好 好 阿姨 你在干吗 拆了呀 别呀 为什么要拆 谁让你拆的 你 你们领导说 这人淘汰了 不可能 陆丁是这个游戏里最完美的人 他不可能被淘汰的 再完美能怎么地 也不是真人 我说什么呢 我是说 我就是个负责干活的 你要不高兴 找你明道说去 给我 不好意思 阿姨 我不是冲你 要不 这个海报你给我吧 我还准备拿回去铺桌子呢 我给你钱 我买下来 那行 给你吧 来 周总早 早 你对这个路厅 感情有点深吗 其实我玩这个游戏很多年了 他是我最喜欢的一个角色 所以有些舍不得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朱总 您说 你认为 朱总 你认为虚拟的爱情 跟真实的爱情 差别在哪儿 朱总 我会觉得 在这种场合跟您讨论这个 有些奇怪 不用奇怪 这也是工作的范畴嘛 毕竟这是我们游戏 存在的意义 对吧 的确 这个游戏 对很多女性玩家 都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 也在她们的心目中 有很不一样的地位 但它毕竟是虚拟的 代替不了真实的生活 对 所以要是你不把我定位成老板 而是定位成 同事 或者朋友的话 可能你就不会那么紧张 知道了 朱总 你去忙吧 好的 朱总 我来 听说测试服务器又出故障了 听说 在游戏里发现了一套奇怪的女士睡衣 上面还贴着一个补丁贴 补丁贴 好好好 好假的 这一套 她们呢 都在扯皮推卸责任呢 程序部没做 策划部也没做 那难道 还是咱们美术部的责任呢 你们刚刚说睡衣 什么睡衣啊 叫什么样子 现实中的食物 怎么可能跑到游戏中呢 太奇怪了 问题显然出现在睡衣上 程序部到现在都还在找原因 如果程序部没有上传过这些东西 那图案就是你们美术部提供的了 方总监 我已经核实过了 这件睡衣 确实不是美术部设计的 这如果不是美术部设计的 难道是系统自动生成的 赵总监 你们组的每个人 我们俩都不送 escape 你都确认过了吗 근병 才 winter 到前面 访问你 他上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